Hello 大家好 我是GD-JYB 雞蛋精肉餅的結他手Sony 今堂第一集 我主要是關於如何在不同的歌曲中學習 以及有關於我自己練琴方面的事情 作為一個結他手 我很喜歡在IG或Youtube 找一些特定的結他手 去模仿他們彈結他的一些phrase 或是自己原創的作品 如果你想更快進步 主要是找到一個你自己最喜歡 以及最適合你自己的一個類型 例如你很喜歡Funk 你就直接去在Funk音樂裏 彈你自己想要彈的那個音樂 例如我自己喜歡一些 可能是Dreamy的東西 或是Ambiance的東西 我會在Wikipedia 或是Youtube 或是Spotify 找那類型的音樂 然後去讨论它們 例如小時候學技他 我自己本身是自學的 我會很喜歡在Youtube 甚麼都打 例如Borsanova Funk Blues 或是Rock 即是初初不懂 或是隔壁 那時候就會甚麼都學一下 因為隔壁 有時朋友傳過來這首歌 可能未必是你最喜歡的音樂 但其實你在不同的曲風裏 你都會學到裏面有不同的細節 你是可以去代入你的Library 小時候很喜歡彈一些 可能Muse 或是Green Day 最初不知道是怎樣玩 但你開始接觸那類型的東西 你就會知道原來他們寫那首歌的時候 他們的Code Progression是怎樣用的呢 除了你彈吉他之外 其實Bass 或是鼓 對於你在吉他上的節奏 其實都是一個很重要的配合 當你找到自己喜歡那個類型的音樂的時候 你就可以開始去嘗試模仿那種Style的Phrase 或是Lix 你可以在Youtube上打 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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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一定要找到你自己喜歡的音樂 然後慢慢用你自己的樂器去讨讀 關於執歌 小時候上網直接找一份譜去學 有些歌曲可能只有四個chord 你就會很快去上手 例如一chord、五chord、六chord、四chord 你會大概知道它可以不斷重複去重複這些chord progression 就已經成為一首歌 當你聽得多些歌 然後你自己去找多些不同的譜 然後不斷地彈 你會知道原來那個key就是這一堆chord 然後或者是原來我會開始聽到major和linor的分別 然後原來去到某一個位置 他們通常都會落二chord、五chord 你就會開始慢慢自己可以寫到自己的曲 有時候很多學生就問我 我聽不到那個音 我都是找不到那個chord 有時候就是要你用力的耳朵去嘗試聽那段歌 嘗試最基本的跟音開始 平時我們彈吉他 最低音的那條弦 即是E弦 算是最低音的那條弦 我們就可以從這條六弦裏 找到那首歌的root 我們現在聽一下這個backing track 我平時聽那首歌 我會像唱歌一樣 嘗試會不會可以撐到它的root的音 我會聽它的bass note來學習 我們現在先聽一下這個backing track 1、2、3、4 1、2、3、4 1、2、3、4 剛剛播完的backing track 不知道你們會否很疑 究竟跟音在哪裏 這個時候 萬一真的找不到它的bass note 我就會把它丟進音樂的軟件裏 將它的EQ、高音那些全部切開 剩下低音的bass 我們現在嘗試聽一下 如果加了EQ 令到它的bass比較清晰些 感覺是怎樣 1、2、3、4 1、2、3、4 這個對我來說 或者可能對你來說 也會清晰些 這個時候 你可以嘗試唱歌一樣 嘗試撐它的bass出來 我們嘗試和它同一時間 嘗試會不會像唱歌一樣 唱它的bass line出來 1、2、3、4 這四個音 都已經唱了出来 你可以嘗試在結他装調 你可以一邊播放一個backing track 然後逐個音 就找到Bass note 現在我們試試同一時間 看看能否做到這件事 我們瞬間就找到Bass note 這時候找到Bass note 其實要找一個弦曲出來 這首歌的backing track 就是一個A minor key A minor key裡面 1A A B C A B 剛才是A音 是第一個弦曲 A minor C C 這個弦曲 A minor key裡面 它是major 所以它會是一個C弦 然後 A chor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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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 chord C 第三個 chord G 第三個 chord G 第三個 chord 然後到D D就是一個m 因為它是第四個 chord 所以這四個 chord 就是A minor C chord 然後就是G chord 然後到D minor 然後到D minor 有一個鼓或者拍子機 或者任何東西 在空白的一個空間裡面 其實你都應該有一個Pose 我現在才示範一個Fingering的練習 平時我會用完五隻手指 但手指尾比較少用 但當你要彈到五條線的時候 其實手指尾也會用 但普遍來說我都是手指公式 直指、中指、無名指 用得多 譬如我們可以簡單 拿一個C弦 一個C弦 D major 9 中間的四條線 我們可以試試一些 可能四分、八分、十六分的Fingering 我們可以開一個backing check 試試 1 2 3 4 距離 我們可以試試駕駕駛 中間的練習 我們可以用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只練右手 左手可以隨便按一個音 例如這粒音就是三線的第七格 現在示範一個四分、八分和十六分的Picking 到關於觸感方面 觸感的意思是一個dynamic 就是彈結他時的張力和起伏 就像心電圖一樣 有節奏 其實它有一個大小聲的Phrase 有一個重拍會在裏面發生 我們怎樣可以做這件事 就是關於右手方面 平時我們這樣掃角 可以由很小力掃到很大力 就可以將音量由1到10放大 不僅只有2、5和7 你可以1、1.5、2、2.5 就可以很慢 可以有一個感覺 就是將那個大小聲 變成你自己的一個 這個是甚麼呢 好像海浪一樣的感覺 1、2、3 2、3 2、3 1、3 2、3 2、4 4 2 1、2 3 2 就是一些比較溫柔的Strumming 整個Feel聽起來就會在唱歌 除了Strumming之外 Packing你也可以做這件事 就跟回剛才的Backing Track 好 現在示範一下 除了Packing之外 其實你看Lice 或者Solo 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張力 現在我們就示範一下 平時我配樂樂器 吉他鼓、Bass 和琴 總會有一個樂器發泛 可能Bass 彈了一條Lines 你會以它為一個Core 配合它 去做一些跟它有對話的節奏 或者是鼓先 你就要看看它的節奏是怎樣 然後你把吉他的Groove 都放在鼓上 當然你跟你的隊友要好好的溝通 你才可以知道大家在彈哪一粒音 否則出來的效果就會沒有那麼Groovy 我們現在試聽聽鼓和Bass 的Groove 感覺一下它的能力 好了 剛才聽完的Backing Track 你會開始想跟著它的Groove 去做一個節奏 可能它就是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聽到Bass 去用什麼Core 然後它是一個E-Miner Core 你就可以在E-Miner裡面 找一些跟它配合的Groove 剛才那個Groove 我會覺得像是Slapping的感覺 現在先去示範 1 2 3 4 一般的D-Miner 某個節奏 一般的Groove 一般的Groove 然後加一些吉他 例如比較電子類型的音樂 或者那首歌沒有吉他 你也可以發揮自己編曲的技能 試試亂彈一些東西 或者拿一兩條線 試試用一條線裏面 看看能做些甚麼出來 我們現在示範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